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真的带领下,蒙古铁骑高歌猛进,一路从东亚打到西亚,进而又横扫亚洲大陆,可以说是所向披靡,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古董,是一个可以令成千上万,蒙古大军贵子的一把刀,他为何却沦落那一把切肉刀呢? 近几年的健保节目非常火爆,而中国又是一个历史优秀,文化持续传承的一个国家,因为战乱和朝代更替等原因,很多文物和古董流落民间,等待着被发掘。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,在参加卯当健保节目中,拿出了一把造型别致的刀,据他本人讲述,这把刀是他偷偷从老妈那里拿来的,而这把刀平时是用来切切养种,除了锋利以外,似乎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。 然,而女子一个偶然的机会,看到了健保节目,加上他始终觉得这把切肉刀的样式非常独特,于是瞒着母亲拿了刀来鉴定,其实他自己的内心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 专家在拿到这把刀之后,首先断定这是一把蒙古刀,远远的闻上去,还有一股羊肉的味道,专家甚至还开玩笑,说到平时肯定没少期羊肉,可是随着反复的查验,专家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了,越来越激动。 最终专家得出结论,凭死可令万军贵府,真有这么神奇吗?女子也有点不敢相信,于是专家缓缓说出了自己的判断,这把刀是蒙古王府中的宝刀,而且很明显是出自皇帝的赏赐,是一种崇高身份的象征。 这把刀在谁的手中,千军万马都要贵府,宝刀的作用非常像古代的虎符,剑虎符如剑圣上,也如上方宝剑一般,面剑如面君,而且刀上还镶了一颗大珊瑚,工艺精良,宝丑估计也要在一百万以上。 女子在鉴定完也非常激动,她高兴的是一把看似朴实无华的切肉刀,转眼变成了价值百万的宝刀,那份激动之情恐怕谁都难以掩饰吧? 当然,女子当场表示,以后再也不会让母亲用它来切肉的,一定会好好爱护这把刀,返回搜狗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